喂,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說的東西有點癲 娘子糾纏,證明神存在 還要是一位諾貝爾長得主說的 聽下去已經夠爆炸了,是不是? 但最近的是她說完之後 竟然還有一班科學家說 咦,其實又不是完全說不通 究竟為什麼?我們一起看下去 首先,講娘子糾纏之前 大家想想 如果你有一對孖生兄弟 無論他們飛到多遠 只要你降一巴掌落去其中一個 另一個都會同時哭出來 喂,當然現實世界不會這樣啦 不要亂說 但在娘子世界,類似的怪事真的會發生 娘子糾纏是什麼? 簡單說,就是兩粒粒子 好像宇宙神秘對戒那樣 一旦糾纏了 不過,無論他們分到多遠地球和月球 地球和土星 甚至兩個平衡宇宙 都可以即刻互相知道對方的狀態 快到什麼程度,快過光啊 對了,直接打爆外因斯坦的光速極限 所以,外因斯坦聽到都怒到話 這些東西是鬼未遠距作用 Spooky Action Air Distance 聽到都起雞皮 說到這裏,有個人開始坐不住 這位人興 就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John Closer 他就是做量子糾纏實驗的先鋒之一 沒有他,就沒有今天量子資訊科學的一本 但是,這位教授有次在公開演講竟然說 量子糾纏的存在 暗示了宇宙有一個超越時空的連結 這種連結,可能就是我們所說的神聖 嘩,你聽下,現場的物理學家都呆了 有人開始咳咳咳,有人面青 有記者還以為他開玩笑 但,Closer 是一本正經的 他解釋,量子糾纏違反了我們對時間 空間和因果的直覺 但如果宇宙背後存在一個統一之信場 一個不受距離 時間限制的源頭 金量子的行為就講得通了 他講到什麼那句最震撼 科學觀察到的現象 指向一個比我們更高維度的秩序 有人叫他神 有人叫宇宙意識 但其實可能是同一樣東西 喂,聽到這裏 大家心裏面一定浮起一句 那,是不是真的有神啊? 冷靜先 我們繼續看下去 另一邊 有些科學家就很不服氣 他們就說,量子糾纏 那麼多年都知道了 關神什麼事? 但是 好視牛津量子物理學家 David Deutsch這些大師級人物 反而覺得 量子世界真是奇到一個地步 你完全排除不到背後有更深層的規律 甚至是一個操控規則的源頭 還有些搞哲學的人更加興奮 量子糾纏好像證明意識和宇宙有連結 和 會不會 我們每個人的心 都是同某種大宇宙意識糾纏主 聽到這裏 真的開始有那種 喂喂喂 太科幻了吧 的感覺 但事情未完 因為當你在深入看一看 量子糾纏背後的數學 你會發現 一樣更加恐怖的東西 量子狀態本身 不是會在這個三維空間裏面 它們會在一個數十維的希爾伯特空間 對了 多到你腦筒 但重點是 粒子在高維度裏面 好像是一體的存在 只是當它投影落三維世界 我們才會以為 唯有兩粒 換句話說 量子糾纏可能不是即時傳遞之信 而是它們從來都沒有分開過 你以為兩粒 其實是一粒 你以為有距離 其實沒有距離 這一刻 很多物理學家都忍不住深呼吸 因為如果萬物本質上都是同一體的 哲學家講幾千年的萬物一體 東方宗教講的一繭一切 一切即一 甚至某些神秘學講的宇宙意識牆 突然間全部好像不再是迷信 這個時候 有教授就說了一句 很經典 量子力學不是證明有神 但它證明了一個 比我們想像大得多的宇宙 而這個宇宙 背後似乎真的有某種統一的規則 那麼Closer那句神聖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說的神 不是天上有個鬍鬍鬍鬍 坐暈到瞄著你做事那種 它說的是宇宙背後有一個超越空間 超越時間 連結全部粒子 全部資訊 全部存在的元 它說 如果你要叫它神 我不反對 但你叫它良子之信長我都可以 聽下去 好像科學和宗教的分界線突然模糊了 說到尾 其實最耐人尋味的是 量子久前沒有告訴你神一定存在 但它好像撕開了宇宙背後的一條縫 讓你看到 原來現實世界並不是我們以為這麼簡單 距離 時間 獨立性 因果性 全部可能只是表象 而真實的宇宙 是一個連在一起 不可分腳 似乎有某種深層規律的整體 如果你說這種深層規律叫神 喂!我都不知道怎麼反駁 那大家又怎麼看呢? 量子久前究竟是純物理現象 還是真是指向一個更高的存在? 留言說我知道你的看法 下次再帶大家探索宇宙裡面那些神秘 而有好玩的東西吧! 我們下集見!